這次的新的200特輯 我該找誰好呢? 欸?這誰? 哎呀!原來是櫻桃啊! 你都那麼主動了那就是你了 這是今天的彈藥 寸步難行人太多了 馬鈴薯櫻桃挑戰開始 走發彈藥 爪子落下之後 加起紅色餅乾給它砸向洞口 櫻桃獲得首發出貨成就 第二次神爪落下來壓住擋板 可惜沒有將餅乾夾起 殘念啊 現在剩下爪輕輕一撥 給它輕而易舉 視角變換之後 爪子夾起餅乾 可惜敗給餅乾的堅持 天板蛋要再接再厲 瞄準下爪讓頹廢的紅色選手再次停起來 眼看是收尾的好時機 瞄準獵物神爪落下 最後對手放棄抵抗墜入深淵 燦爛笑一個 拿起戰利品前往下一站 我們櫻桃選手選擇冠裝果汁 它還精呢 第二回合第一爪落下之後看似抓空 結果勾到底部 看來有機會 第二次神爪落下 準確抓住獵物掉入森林的洞口 可惜下一步攻擊 並沒有切入敵人的內部 這次下爪雖然抓住了獵物 但夾起之後被溜走了 我們的櫻桃不放棄 下爪之後切入內部 可惜沒有將其夾起 最後的下爪是因為沒有扣住對手而敗北收場 櫻桃委屈哭哭 但我們沒有忘記打台的樂趣 前往今天最後一站 加油啊 這是最後一回合 把顆蛋要蓋扁 第一發下去推翻對手 可惜沒有成功抓住 第二發則是萊克插邊球 再次壓住對手 可惜收爪之後沒有成功抓到 蛋要撥起來 神爪落下抵住獵物 將頭夾起之後 沉落谷底 再來小抓之後又是一顆插邊球 你是在瞧不起我們的櫻桃嗎 把子劈下去之後 將血按在地板 抽爪之後將獵物弄向洞口旁 小心牛奶的一列不搖 讓我們櫻桃踢了鐵板 最後彈要則是抵住獵物身體 抽爪夾起隔壁老王 給他弄向閣樓找情步 櫻桃第一站 200元紀錄 五項商品 他還會再回來的